普利格金找到了白俄透露談判細節 丟了廚子的普京進入下臺倒計時嗎? 美國軍援烏克蘭5億 制裁瓦格納和領導人 俄軍轟炸烏東重鎮的市中心 至少4人死亡 聯合國報告顯示 烏克蘭入侵 處決了77名被拘留的平民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新聞快報 今天是美東時間6月27號星期二 需要字幕的朋友可以打開CC字幕 如果您想瞭解更多沒有受到言論審查的真實消息 還請一步到乾淨世界的平臺 我們會在視頻的下方提供鏈接 首先來看到 俄羅斯僱傭軍瓦格納集團的領導人普利格金 在短暫的起義結束後 一直是下落成謎 週二 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證實 普利格金已經抵達了白俄羅斯 而他也透露了促成停火談判的更多細節 盧卡申科表示 正如承諾的那樣 已經給予了普利格金安全保障 表示看到他登上了飛機 今天已經抵達白俄羅斯 根據全球實時飛行追蹤網站 飛行雷達的追蹤顯示 一架在俄羅斯註冊 識別代碼為普利格金坐機相同的 萊格賽600商務噴氣式飛機 在週二從俄羅斯出發 抵達白俄首都明斯科 但並不確定普利格金是否在飛機上 根據普京的承諾 馬格納戰士可以選擇卸甲歸田 也可以與國防部簽約 稱為俄羅斯正規軍 或者追隨普利格金 一起流亡到白俄 據悉 部分瓦格納部隊正在轉移到白俄羅斯 盧卡申科表示 希望他的軍隊能學習到瓦格納戰士的作戰經驗 了解他們的戰術 武器 攻防作戰 認為這是無價的 盧卡申科還向瓦格納集團提供了一處廢棄的軍事基地 讓他們可以搭建帳篷 他說 雖然白俄羅斯 還沒有替瓦格納集團興建營地 但如果他們有需要 就會為他們找個地方 盧卡申科還透露了24日當天的談判細節 他表示是自己主動提出進行斡旋 他說 我建議普京不要著急 讓我和普利格金還有他的指揮官談談 盧卡申科還說 普利格金很像他的死對頭 邵伊古一樣的脾氣 此次起義也是因為普利格金很衝動 在兩年的談判中 普利格金要求交出 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 以及武裝部隊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 盧卡申科則是回應 這件事不會發生 特別是在這種情況下 你和我一樣瞭解普京 盧卡申科還提到 自己曾下令軍隊做好戰鬥準備 並且準備向俄羅斯派遣一個旅 來幫助普京平息兵變 為了說服反叛軍不要進入莫斯科 盧卡申科還發出警告 說瓦格納的部隊 會在中途像蟲子一樣被碾壓 發起軍事叛變的普利格金 這次是否能成功的全身而退呢 只能讓時間來告訴我們答案了 普京在週一晚首次就事件發表講話後 週二舉行了儀式來感謝軍方 和安全部隊平息叛亂 普京在克里姆林宮大教堂廣場發表講話 感謝軍方在兵變期間採取的行動 讓祖國免於戰亂 阻止了內戰 普京還要求為兵變事件中 喪生的飛行員默挨一分鐘 這次普京向軍方表示感激的行動 還真的是很特別 畢竟起義的瓦格納集團 是一路的長驅直入 除了在空中擊落幾架直升機 在地面上是沒有遇到任何的敵遇 如果要分析的話 軍中不是放棄了抵抗 就是有內應 另外 飽受詬病的國防部長 邵伊古也在活動中亮相 顯示他在軍中的地位還沒有動搖 週二上午 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表示 對瓦格納叛亂分子的刑事案件 已經結案 撤銷了指控 然而 普京在週二宣布 從2022年5月到今年的5月 國防部向瓦格納集團支付了約10億美元 此外 與俄羅斯軍隊簽訂的食品合同中 還有近10億美元的資金 流向了普里格金所擁有的一家餐飲公司Concord 普京表示 正在對這家公司的財務狀況進行調查 今年 普京還真的是流年不利 既丟了可靠的廚子 又在戰場上失去一個強有力的幫手 瓦格納對普京來說 在某種程度上 也是為了遏制正規軍的叛亂 如今麾下的正規軍是戰鬥力不行 但軍內貪腐盛行 根據瓦格納的爆料 從2014年至2022年 頓巴斯地區就被普京的聯邦安全局與寡頭們掏空了 不僅在頓巴斯搜刮民間財富 將軍們還用死去士兵的名額吃空想 4萬盧布的空想被科扣掉2萬 而且在戰爭初期 俄軍不是忙著打仗 而是忙著把佔領區的財物打包回俄羅斯 如今的兵變 也讓普京的獨裁政權面臨真實的威脅 外界評估 經此一役 普京是元氣大傷 不僅顯示了軍隊和情報系統的脆弱 與此同時 讓普京在國內和國外的硬漢形象也備受打擊 《華爾街日報》週二報導 俄羅斯動盪讓普京的威權受到損害 而俄羅斯國防部週二表示 瓦格納正準備交出重型武器的消息 則是凸顯了克里姆林宮 對可能發生進一步武裝叛變的擔憂 即使是瓦格納已經被馴服或者解散 而對於莫斯科來說 結束在烏克蘭的戰爭與繼續戰爭 一樣是具有政治風險 只要烏克蘭能夠戰鬥 就不可能答應任何割讓領土的協議 另一方面 普京的失利 也讓國際社會加大了援助烏克蘭的信心 在戰場上 烏克蘭一方已經是世紀高漲 《華爾街日報》援引分析人士認為 即使普里格金現在北邊緣化 但如果戰爭繼續下去 俄羅斯精英中的其他人 也有可能會計劃進一步的騷亂 沒有人知道下一個挑戰將會來自哪裡 週二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宣布 向烏克蘭提供5億美元的安全援助計劃 根據一份聲明顯示 最新的一欄資源柱包括 斯萃克和布拉德利裝甲車 防空系統的彈藥 多管火箭發射系統 反坦克武器反輻射導彈 精準航空彈藥等 布林肯在聲明中表示 烏克蘭人民持久的勇氣和團結 繼續激勵著世界 並且重申了美國對烏克蘭的承諾 將與盟友和夥伴一同與烏克蘭站在一起 直到俄羅斯撤軍結束入侵 這是美國總統拜登第41次授權 從國防部庫存中調撥軍事裝備 就在美國宣布軍援烏克蘭的同一天 拜登政府也宣布 計劃對普里格金 以及他所領導的瓦格納集團展開新的制裁 來追究瓦格納在非洲的非法活動 但這與他們在俄羅斯的短暫起義無關 美國針對俄羅斯私人軍事公司 瓦格納集團的制裁呢 是在他們發動軍變之前就已經在進行 這次的制裁是針對他們在非洲的行為 指控他們犯有戰爭罪 暴刑 剝削這些國家的黃金資源 與當地政府進行腐敗交易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周二表示 將在本週宣布制裁內容 並且表示 美國將繼續密切跟蹤瓦格納 在烏克蘭和非洲 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展開的業務活動 針對瓦格納違反所在國利益進行賺錢的業務 新的制裁將採取行動來追究責任 再來看到 烏俄戰火持續 烏克蘭官方表示 當地時間週二晚間 一枚俄羅斯導彈襲擊了烏克蘭東部的 克拉馬托爾斯克市市中心的一個繁忙地區 造成至少4人死亡 包括一名17歲的女孩 另外 至少有22人受傷 包括一名8個月大的嬰兒 烏克蘭內政部長克利·孟科表示 俄羅斯故意針對擁擠地區開火 在一份烏克蘭官方聲明中寫道 位於爆炸中心的有公寓樓 商業場所 汽車 郵局 和其它建築物 其中窗戶 玻璃和門都被佔壞了 並且可能有人員被困在廢墟之下 另外 烏克蘭官員表示 俄軍的第二枚導彈是擊中了該市郊區的一個村莊 克拉馬托爾斯克是頓涅茨克地區的重要城市之一 曾頻繁地遭到俄軍攻擊 在去年4月 當地的火車站遭到襲擊 造成63人受傷 聯合國中二發布報告 顯示在烏爾戰爭爆發的一年多裡 俄羅斯拘捕了近900名烏克蘭平民 並且處決了其中的77名被任意拘捕的平民 在這份36頁的報告呢 涵蓋了戰爭爆發後的15個月 調查了從去年2月24號起到今年5月23號的情況 聯合國烏克蘭人權監測團記錄到 864起俄羅斯任意拘留的案件 其中763人為男性 94人為女性 另有7名男孩 而許多案件還構成了強迫失蹤 根據報告 其中90%以上的人遭受酷刑 報告中列舉了水型、電型、使用熱箱等事件 也就是將被拘留者單獨監禁在高溫的箱子裡 根據監測團團長鮑格納 在日內瓦的記者會上說 我們記錄到77位平民在被俄羅斯聯邦任意拘留期間 被草率處決 在這77人中有72名男性和5名女性 另外有2名男性拘留者是死於酷刑、不忍到拘留條件 以及得不到醫療照護等因素 那麼除了被俄方拘留的平民以外 監察團也記錄到75起平民 被烏克蘭安全部隊任意拘留的案件 但沒有遭到草率處決的記錄 那麼總體而言 這份報告是記錄了900多起任意拘留平民的案件 其中包括兒童、老人以及婦女 並且廣泛出現了受酷刑的情況 好 以上就是本期的新唐人新聞快報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